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界说去年基数低 所以升幅较显著 相信到今季尾会陆续看到复偿后的明显长黄 逆后复偿加上逐步和内地和海外恢复正常通关 踏入2023年市面的热闹场面再现 1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也好过市场预期 录得362亿 按年升7% 岸年升幅比较高的类别包括有珠宝首饰 中标和明贵礼物升了2.3% 其他消费品下的中药升3.8% 书补文具和礼品升2.0% 衣物 鞋类和有关製品升了近1.5% 在食品分项中 酒类饮品和烟草更加升了6.9% 去年1月正值第五波疫情爆发 多区的市民都超市抢救物资 而今年疫情消退 超级市场的消货价值跌7.2% 加剧和固定装置小量乘1% 政府说随着消费气氛改善 今年农历新年比较早来到 都有助零售消货 而经济活动继续复尝 仿管的旅客数目进一步回升 将会围及零售业业和劳工市场 虽然1月总消货值比前一个月多25亿 大对比疫情前2018年和2019年的1月 分别有449亿和481亿 仍然差大约百几亿 零售管理协会预计市道会慢慢好转 我们今年限聚令各方面 甚至是通关 都是一路浮现 由1月开始再达到2、3月的情况 所以其实整体气氛市道 会比以往是好多的 大家留意到3月份 因为上年那个基数是更加低 所以大家都会预测 那个跌幅是会收窄 又或者升幅是会再多一点 大家预期3月份 都是会再多一点游客 是到港的 但是始终那个幅度 不会说真的好显著 但是逐步一步一步 似乎都是向着一个比较好的势头 但他就担心人手不够阻碍业界扩充 但是我们那个生意的状态都未是回复 水平的情况下已经要不断加薪 去吸引人财流低 这个都是对运营者的压力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业界就希望当局继续提供过渡支援 无线电视记者吴亚轩不露 有地产中介话 商铺租务成交中量已经见增加 暂时未见加租情况 自2月初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 本港多了不少旅客到访 过去近一个月 入境旅客情上升趋势 以内地旅客为例 由2月初单日2万3千多人次 升至2月底一度达到8万人次 平均每日大约4万5千人次 而其他地区的旅客 平均每日有大约1万3千人次 有内地旅客趁疫情过后 来香港报复式消费 尤其在饮食方面 有地产中介话 上个月商铺成交中数 按月上升三四成 不过不少旅游核心区的空置率 例如旺角区等 空置率仍然有双位数 预计卖口罩这些短期租约的铺位 都会在市场上放回招租 一般业主都是希望将租金叫价 参考疫情前的叫价 但是大家知道 刚刚才叫做服尚番 很多商户出价都比较谨慎 暂时我们见到铺位租金 就未算飙升得很紧 他预期到下半年 尤其8至10月的租务旺季 相信商铺空置的情况会进一步改善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消息指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今个月11日开始分阶段恢复长途班次 下个月1日回复疫情前全部长途点 运输近日楼局 港铁都说会适时公布安排 高铁香港段1月中起福运 暂时只是有短途班次 前往广州、深圳等 每日队开38.5对车 据了解两地初步倾向 今个月11日起增加班次到51对 当中6对是长途班次 下个月1日起就倾向恢复疫情前所有长途点 即是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昆明等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 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长途班次 相信是因为内地单位配合 根据入境处数据 高铁香港段福运至今 是西九高铁站 路得过百万出入境人次 平均每日约二万三千人次 售票网站12306显示 周末往广州南和广州东的一等座 都要候補 田北辰说售票系统 以大数据为站点配票 相信目前班次能够应付 有港铁公会说 大部分长途列车都是由内地營运 对本地人手影响不大 无线烈士记者叶昭华报导 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澳门 和澳门行政长官合一成会晤 李家超说 两地可以在旅游业、艾顺文化等 多方面加强合作 驻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车队 上午11点多抵达澳门政府总部 澳门行政长官合一成 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慧龙等等 多名官员在闸外面迎接 两人合照之后站在门外面聊天 李家超对这栋有170多年 历史的建筑也挺有兴趣 两人之后会谈 特首李家超在社交网站透露 两人谈及不同领域 范畴的合作空间 包括出进两地旅游业发展 和增加港珠澳大桥使用量等等 又提到香港会加强拓展 和澳门连线同游 也会研究和澳门以共同主题 举办推展大型活动 展示独有艺术和文化特色 澳门新闻局就发稿 指贺一城期望在现代金融 汇展商贸等新兴重点产业 强化和香港合作 又说李家超看到澳门新城填海区的公共房屋 想了解当地的房屋政策 这次是李家超全面恢复通关之后首次到访澳门 赵早经港珠澳大桥 先到澳门银河国际会议中心 政务师副司长卓永兴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等官员随行 李家超上个月底已经到访广州深圳 展开上任之后首次大湾区之行 透露会走访大湾区九个城市 据了解李家超首后会到北京列席全国两会 月底亦会出席海南博澳论坛 和室领官员再到访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稍后还会报导 最后国际体育赛事博放国歌时候出错 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更升级跟进 防止事件接连发生 美国国务院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 总额达到6亿1900万美元 回来新闻时间 世界冰球錦标赛有涉及香港的赛事 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 播放了和港独有关联的歌曲 相关团体至今仍未确认出赛前有没有核对歌曲 国际兵联说 已经向涉事工作人员了解 确定当事人并非故意 前日世界冰球錦标赛 大会播放了和港独有关联的歌 主办方国际兵联说 已经向负责播放国歌架工作人员了解 确定当事人并不是故意 又说已经向港队自协并且获得对方接纳 香港冰球协会发声明 说比赛之前已经向主办机构 提供正确版本的国歌 和港方相关的指引 对事件感到非常失望 协会强调对就错国歌零容忍 已经即时就事件向赛事的主办方投诉 并且敦促对方提供适当 满意的解释 不过声明未有提及播放国歌之前 协会又没有按指引核对 港协企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贝君奇说 以往的经验反映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是否有积极的进取的态度 带着我们的手指仔 我们边界的国歌就是我们的腿出场 要走 这个要是主动要争取 就不是再交托是给人家 如果我有做到这件事 然后大会有错呢 那责任就属于大会了 我们要追究大会 但现在我们未知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跟着 何君尧又说认同贝君奇说 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 是互联网不再有错误的歌 促请政府和互联网公司沟通 但是这个不是用来推淌责任的借口 促请相关的团体进一步交代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民主派初选案逐审 法官质疑昨日报称 打泰拳受伤留院缺席聆讯的被告 李宇迅昨日早早已经出院 李宇迅的代表律师 昨日说被告受伤留意 法庭将案件硬后到今天下午再讯 不过他代表律师关文慧 今天开庭时下说 被告昨日早早10点已经出院 强调之前对此并不知情 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表明 如果辩方律师之情已经属于藐视法庭 又说今次事件已经浪费百万公币 但暂时不会撤销李宇迅的保释 关文为代李宇迅向法庭自协 美国国务院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 总额超过6亿美元 涉及F-16战机装配的导弹 已经进入国会知会程序 中复派评军售案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会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美陷入气球风波之际 美方公布新日轮总值6亿1900万美元的 对台军售 包括F-16战机装配的导弹和相关设备 导弹数量有几百枚 当中的AIM-120C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以及AGM-88B高速反辐射导弹 都是美军现役装备 其余还包括训练导弹 以及多用途导弹发射架等等 美国国防部说 军售案不会导致区域基本军事平衡出现变化 军售案已经进入知会国会程序 最快一个月之后正式生效 武器的主要承包商雷神技术公司 以及洛义马丁公司 已经因为涉及对台军售 早前已经遭到中方制裁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下北京外交部重新反对对台军售的一贯立场 发言人强调 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鉴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母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导 稍后回来会报导 第一手两栖攻击栏海南栏 完成首次阮阳训练 有助提升作战能力 辰州15号航天员 完成第二次出仓任务 新闻时间 全国两会揭幕在职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带加强暴安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报导 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 以及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分别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召开 长安街等北京市中心地带保安明显加强 多处继续有公安和武警巡逻 部分路口有武警驻守 并且一度只准单向行车 多架公务车在公安车和电单车队开路 互送下驶过 至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入住的北京饭店 已经暂停对外开放 多架公安车在场戒备 北京市委书记韩力上星期就到 北京饭店检查全国两会服务保障工作 酒店大堂设有安检区 放有金属探测器等检测仪器 韩力亦都视察了酒店里面的餐厅 了解保安、卫生以及用餐区布置等情况 他强调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两会期间各项防疫要求 虽然内地已经放宽大部分防疫政策 但今年全国两会继续闭环管理 代表和委员会坐专车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出康报道 解放军第一艘两棲攻击艦海南艦 近日完成第一次阮阳训练 军方说今次通过实兵对抗演练 为全面提升打赢能力提供体系支撑 解放军公布去年10月完成全份巧合的 第一艘两棲攻击艦海南艦 和南部战区多艘艇组成编队 一月下旅由广东站刚出发 30日内潜往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 完成远海联合训练 而随舰的多个单位在实战环境中 进行实兵对抗货体演练 官方又说今次训练强度高 密度大 检验并且完善多项战法奋法 提升各单位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 为确保各兵力各平台各系统各要素的精准高效协同 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我们通过此次训练 部队的联合作战思维和联合作战能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夯视和提高 被内地传媒形容为攻台利器的海南艦 设有面积等同20个标准篮球场的直通甲板 可以同时升降多架篮载直升机 南来也设有多个仓室 可以搭载汽电艇 登陆艇以及主战坦克 两栽装甲车等的装备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进驻中国太空站三个几月的 神舟15号航天园 相隔不到一个月再度执行出仓任务 大约三个星期前 神舟15号航天园完成首次出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 更一他们再完成第二次出仓任务 与上次一样由邓清明负责舱内支援 辉进龙和张陆负责出仓工作 当局说出仓的两人原本完成所有任务 并且安全返回敏天实验舱 与过往多次出仓任务比较 今次未有事前披露具体部署 事后亦未有公开出仓工作的详情 神15号驻楼太空已经三个月 期间除了维护太空站长期载人环境 亦都完成多次货物出仓任务 至于太空站内的科学实验项目 亦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他们在蒙天实验舱的燃烧科学柜 成功执行首次载轨点火测试 按照当局规划 神15号将会进行多一至两次出仓活动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国家统计局公布 去年城镇就业人口外年下跌超过800万 是近60年以来第一次绿德跌幅 有内地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疫情之下 不少人放下城镇的工作回乡下 加上人口老龄化 预料下降出勢将会持续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 披露截至去年年代 在全国就业人口大约有7亿3千万人 其中在城镇就业的占6成2 超过4亿5千万人 但与前年比较就少了大约842万人 即是百分之二 打破至1962年以来的持续升势 第一财经就引述学者说 去年的新冠疫情令到海外订单持续减少 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也因而减少去城市工作 而长远来港内的人口老龄化 人口增长率下降 劳动人口将会持续下降 那会不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增长动力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强调 青年劳动人口会稳步增长 从结构上看呢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主要还是大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 数量下降较快 我们的青年劳动力数量还是稳中有增 据测算呢 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的劳动力 1,662万人 规模是创今年的新高 所以就业总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当局人说今年的应价大专毕业心再创新高 将会继续推动青年就业创业 有信心保持就业局势静态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钻泰D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今天收射报 20429点跌190点 总成交1,105亿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8点 巴黎契指数升2点 德国Dex指数跌49点 下一节还会报道 公立医院再有涉及仪器的事故 屯门医院一个病人扶普吊机 骆鬼外壳跌了下来 没有人受伤 新闻时间 公立医院再有涉及机械的事故 屯门医院一个病人扶普吊机 骆鬼外壳跌下来 没有人受伤 不消息指 吊机品牌的母公司 同早前跌下来的手术灯 是同一间 保养承犯商就不同 医管局说 已经敦促承犯商提交报告 有零件跌下的病人扶普吊机 在屯门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康复病房 医管局星期三深夜发稿 吊机一段路轨 一件长约17厘米 阔9.5厘米的外壳部件 骆鬼外壳跌下来 事发的时候 一个吊运的病人 已经通过那段路轨 没有人受伤 远方即时停用有关吊机 医管局骆鬼外壳跌下来 用电器负责维修保养 最近一次检查是去年8月 当时没有发现异常 每年也会做一次附重测试 以确定系统安全和合乎牌照规定 赵诗华那个吊机用了5年以上 品牌的母公司和联合医院 早前堕下的手术灯是同一间 医管局说 各间公立医院 有1100多套大型吊运系统 没有收到其他异常报告 这类伏扑吊机 在政府资座的安劳院舍也有使用 放松一下 我停下来 好 在长沙环这间院舍就有两部 协助护理员将自理能力较低的院友 运到座椅或者是洗手间 每部可以乘重超过250公斤 吊机外壳一般是塑胶制 用来隐藏摩打、吊带等等 院舍负责人曾经在公立医院做过医生 说两款吊机没有太大分别 相信事件属于意外 我们未试过有外壳脱落的情况出现 外壳都是塑胶来的 所以重量比较轻 就算真的脱落了 我相信也造成的伤害不会十分严重 外壳脱落的话 其实可能就关乎到一些零件或部件的松脱 安装时候可能会有些遗漏或者出错 但是如果是一个整部机跌下来 甚至乎是牵涉到路轨的话 这就属于一些工程上的问题 两方面应该由不同的部门 或者是承办商去负责 这一类的扶泡吊机每年都需要做检查和保养 并且由注册工程师签署合格证明书 院方会将这份证明书 印成细份挂在部机上 亦都会保留正本以待社处理到巡测 母亲的记者 刘春荣辐导 旺角洗衣街地皮 由新地以低于市场的股价投得 有关注组织认为价钱不合理 令到库房收入少了 有学者就相信影响短暂 指政府有需要保持土地供应 推动社会发展 旺角洗衣街商业地皮 可见楼面大约150多万平方尺 这里前身是政府办事处 晒太阳近四年 曾被形容是地王 估值一度超过220亿 日前以47亿多卖出 比市场预期下限还要低1成6 每尺的地价 即是大概3100元 比葵冲一幅面积差不多的物流地 每尺地价3500多元还要低 有关注组织批评当局占卖土地 今年如果不再去买这幅地的话 可能整体的卖地收入 可能只是二百零三百亿 可能在这个压力下 被迫用低价都要去买土地 拿下1元就1元的心态 其实对于库房的收入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拆小块地皮出售 能不能增加收入呢 有测量师就认为不太可行 各社交流地皮 它本身也有些社会的设施 包括有些社区会堂 社福的设施 也要整合周边一些交通配道 而当中也有三棵融树 所以如果说出去斩件 我相信这个可能性真是很低 本港多个商业地皮 近期都流标收场 包括事件局观塘重建地盘 港铁小河湾项目等等 当局在下个财政年度 将会推出三幅商用地 包括属于焦点的 金钟道金钟囊项目 应不应该延后卖地 去保障库房收入呢 现在这个阶段刚刚是复苏 刚刚才是复偿的情况之下 需求都是疲弱的 所以那个价格不是太高 但留意一点就是说 现在这个土地是面粉而已 你要由面粉变成面包 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考量到 要加强香港金钟力 所谓的聘经济的话 其实是早点买了出来 令到社会有发展的话 都未尝是一件的坏事来的 他说商业地价低迷 对政府出售私人住宅用地 影响不大 但相信整体卖地收入 比预期减少之下 政府应该考虑加税等等 去积极开源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柴希报导 财政预算案扩阔重价印花税税街 减少首次人士的税行支出 有地产代理支出 根据月约看楼的人数 有明显上升 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提到会调整买卖 或者转让住宅 和非住宅物业 需要缴付的重价印花税税街 200万至108万物业的税款会减少 而100元最低征税的楼价上限 更加由原本的200万元或者以下 调升去到不超过300万元 有东冲区地产代理就说 近期市场上的看楼量和买卖成交 都有明显上升 财政预算案之前 大概一个单位就一至两组客左右 预算案推出之后 每个单位大概多了三至四组客预养 有房产顾问公司就认为 调整重价印花税税街 最影响价格由300万至1000万元 中小型住宅单位的买卖成交 一些税务是其中一个楼价因素 但影响楼价因素 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对买家 考虑的一些因素 包括经济状况 股票市场状况 就业市场状况等等 所以整体来说 今次这个税街的调整 相信是会向好 但未必会即时刺激整体市场 他又认为楼市成交量和楼价 在去年出现调整 现在正正是合适的时机 被政府考虑去逐步放宽 甚至撤销辣椒 无线电视记者林出梁报导 人工智能用途越来越广泛 最近更加担任公职 一起看看 罗马尼亚总理休克星期三 亲身介绍荣语顾问出场 就是这面镜 叫做埃人的人工智能助手 休克即场示范 和机械人对话 这个人工智能机械人 由当地研究人员开发 能够说话 和在镜面上显示文字 机械人将会在一面 反映文情的镜 成为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沟通桥梁 据政府所说 他的主要职责将会负责 素描社交平台的公开数据 收集和分析罗马尼亚人的意见 实时向政府反映国民的建议和意愿 民众更加可以在网上和机械人聊天 总理休克说 委任人工智能机械人是全球首例 但强调用人工智能是一种义务 协助政府去做更好更明智的决定 但有技术研究人员质疑那个机械人 如何对数据优先排序 又认为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 并谨慎使用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完再见